我今天就看林健鋒 帶了一幫那些經紀 地產經紀 去跟金管局開議會做了記者招待會 林健鋒我跟他是小學同學 我跟他差不多在小學 四、五、六年級小學 跟我們寄宿學校搬到房間 都算是小時候有些記憶 後來他就中學了別的地方 最後差不多十幾年前就在香港碰到他 他就做了議員 很多關於香港政府的事情 我都請示他 他真是熟 那記者招待會說到哭了 就是他激動 為什麼激動呢? 現在香港的情況 實際林健鋒給誰都清楚 他又是立法會 又是行政會 而且他是經民聯 他跟經濟很有關係的 就是他那位跟經濟 我猜對香港現在發生什麼呢? 他最清楚 為什麼這麼激動呢? 要講到眼淚都出飄了 我猜他的壓力大得不得了 而且他今天講這件事情 大家真的要留意了 因為他開完 很明顯地那幫地產經紀 就拼命在那裡買樓 又買二手樓 又買一手樓在那裡推銷 是不是? 過去那段時間 又是減肥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現在突然發現 那些樓呢 他買了那些樓 人家下了訂 就去銀行做不到 銀行不肯做 在那裡打太極了 那就糟糕了 那些樓 銀行做不到 那家樓閉不肯做 那件事交割不了 交割不了 那那些經紀就是一個先都沒有收 就變成沒有養金 而且經紀不是很大的生意 他們就給壓力 叫他找金管局 金管局當然也給了一些壓力給銀行 就說如果人家正常在那裡供樓 尤其是那些住宅 你就不要叫人家 也不要搞人家 又逼人家還一部份之類 或者改那些條件 當然銀行大了 他要做什麼都可以 他見你簽了那張東西 你什麼都答應了 但是呢 金管局肯定下了壓力 所以私人現在正在供樓的估計不是問題 但是新的買賣 你拿去銀行做 不管你是廠房也好 寫字樓也好 鋪位也好 住宅也好 銀行當然不想增加它的風險 你怎麼說 銀行現在握住那些樓 一天都在跌價的 不管你是什麼 總之握住那些地產 按揭 每天都在跌價 老實說 如果你去他那裡做 就是增加他的壓力 它又要借多些給你 那個風險又大了 那他當然不需要的嘛 很艱難 很艱難去做一單 那林健鋒又不可以拿這個情勢 詳細講完給別人聽的 只可以說 就是說 開這個記者專載會 實際就是給壓力給香港政府 再給壓力給金管局 金管局再給壓力給銀行 但是銀行是私人企業的 它已經手上拿著這麼大的按揭 用地產來做按揭 它怎麼辦 那你做地產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香港人做生意 做生意 也不是小的 中型的生意 中小也好 當然拿那個廠房 或者那個寫字樓 或者那個鋪位 當然肯定拿去按揭 那現在那些呢 它就不客氣了 就要召喚了 就是說價跌了 要你補回那個 補回那個跌的百分比 就是原本你給出那個部分 因為縮了稅 它那個風險那個部分 要你承擔回 商業物業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呢 它不逼你那些注冊 但是新的交易呢 它就完全有權不做了 它就說我們在審判中了 它當然不可以說我們不夠錢 不想沒有這些風險 它唯一說我們在審判中了 一整天加價值 加到離了大譜 就是跟它很熟很熟的客人 它都沒有辦法 你想想現在 今時今日香港的地產 那些東西 包括大陸那些 實際承受最大的衝擊 是銀行的 全部它都承認了 所有東西 大家都是買樓帶 它給你三成 它借七成給你 它借給你多少就是多少風險 所以現在銀行去到的階段 差不多要破產 很危險的 銀行這個行業 尤其是香港的銀行很危險 看不出有什麼前景 那你不做 不做現在 尤其是現在買賣的那些 現在不斷的那些 銀行還在推出東西 推出東西 明知道不是好 明知道減價推出東西 但是明知道不行 它都要推 它沒有辦法 它需要賣樓拿些錢 它又要還給銀行 又要還息 又要還盤 又要很多供應商 那些什麼 幫它承包商 全部它要賺錢 那怎麼辦呢 現在這個結 就很大件事 為什麼呢 這個東西一通了天 又這次 林健鋒這個記者招待會 之後大家就明白了 香港人個個都是專家 個個對地產都是專家 馬上明白 咦 如果銀行不借 你自動所有樓的 地產的買賣 基本上就停了 那當然沒有100% 不是100%停了 但是基本上 你逢是那些新樓 什麼什麼什麼 就沒有人 拿不到銀行 買新的住宅 新的商業 商用物業 下次 如果銀行賺不到錢的話 原來90%多都是靠銀行的 香港個人也好 公司也好 你怎麼辦 那些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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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現在這個時間 應該趕快 盡量是減少它的 對政治的 政治的 所謂風險 那些銀行 現在是水產 那些銀行 那些銀行 也要盡量 這個是不可想像的 這個問題大到急到不可想像 我們以前做生意志的 我做廠出訓 廠開很多廠 廠房當然拿去按給銀行的了 我們那時候跟銀行一樣 恒生做得很好 還有很多其它銀行做 那突然之間 比如說出了市 這個公司差不多 香港可以說 以前我們做廠的時候 所有廠都是拿那些物業去抵押 還簽了那些人去擔保 個個都要拿那些錢 現在一下子 銀行實際上就出了大事 這件事情當天在日本一模一樣 日本又是差不多1990年 又是那個泡沫 地產泡沫一爆 銀行首當其衝 終於日本的銀行全部破產了 全部破產了 但是日本是個國家來的 日本的國家是很強勢的 政府進去 基本上大家都很低調 拿所有銀行重組 政府再給他們錢 然後讓他們合併重組 日本 所以你現在看到日本很多銀行都是一串的 幾間銀行 平壞一間 我最記得 我們在香港 我有用日本銀行 就是東京銀行 東京銀行很有趣的 它不做地產 不是很大的銀行 中型銀行 它不做地產的 所以它反而那次就沒有損失 因為沒有損失 回到日本 反而它做了頭 因為它做了案件的那些 全部都釘了 變成它跟哪一間合作呢 它跟東京 跟三靈銀行 三靈銀行大家都知道 大陸飛起的 三靈銀行要跟東京銀行合併 反而整個管理層就變成了東京銀行來領班了 因為三靈銀行那幫人做案件做的態度 那幫人根本沒有辦法交代 那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香港那時候 我是三樣公司 我有很多合資公司 我是它的partner 那東京銀行那個科長是很小的 不是很大 就是負責我們的戶口 經常都來開會 買去經一下 就是東京銀行那個經理 不是很大的經理 我估計是科長 誰知道後來合併了之後 合併了之後 它當了整個東京三靈銀行的主席 在香港做銀行 當日在銀行做的 是最有經驗的 就是懂得評估 對一間就算是小公司 什麼公司 懂得評估的風險 就是沒有亂來的 香港銀行原本就是 香港都出過很多事 包括廣東信託 後來恆生 都提過很多事 所以他們香港是一個 雖然不是這麼大 但是非常之真的 就是真生意 不能假的 就是知道 每一個單單的生意 它都要動腦筋的 日本就不是 日本交交關係的 如果你屬於這個集團 閉上眼都給你 然後晚上去喝酒 就搞定了 那件事 你要問我做什麼都可以說 那變成一個東京 東京銀行那個不是很高級的 差不多是科長的 回到日本做了 東京三靈銀行的主席 那大家知道 現在日本差不多 這間銀行是最第一的 我前幾年來到 對我這麼沒招呼 大家就是老朋友嘛 那些銀行的主席 很有趣 他說現在的日本銀行 就賺到不得了 因為呢 銀行 整個銀行開始恢復了 那賺到 錢多到 不知道怎麼花 那日本 將來就有機會再說 那現在香港的問題呢 這幫銀行可以說 那香港的銀行 做了按揭的銀行 反正的銀行都數了 香港哪有銀行都按揭的 全部有問題 那中資銀行呢 當然有後面的共產黨頂著就沒事了 但是其他的 過香港的銀行 我可以說 真的是大壞 不知道 走投無路 那香港政府也不能幫你 你是私人其餘的 香港這套制度 最多就是放鬆這邊而已 但是它那個禍太大了 所以我看來 不用等幾年了 香港在說今年 就有大問題發生了 可能在接下來說幾個月而已 這個 因為沒有辦法 你一不做 銀行一不做 就真的停了 不只是地產行業 行行都不做 大家都和我等樓有關係 那大家都看到了 有劉武雄出來說一下 案白就好心 案白有夠膽 就是出來說 個個都 包括林健鋒 他們呢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 那個主要 主空是誰 不是2019年班的學生在街上 不是這個原因 那時候銀行也沒有事 地產也沒有事 股票也沒有事 什麼都沒有事 炒假來搞就是習近平那個 基本上就毀滅了那個一國兩制 毀滅了那個兩制 那它說 誰敢說什麼 然後現在換這個班子就不用說了 是吧 笑話來的 他們明都未明白 這個就明白 這個就明白 關於地產那個 出了大問題 他們明白 銀行那裡就複雜了 很多種銀行去香港 很多種 我猜現在這樣下去 分分鐘香港的銀行 可能要找 外國也不會跟你合併的 跟你幫你或者收購 不會收購你香港的銀行 但是到一定的程度 一點都不出去 唯一的出路 就是可能要找大陸的銀行來收購 和大陸的銀行合併 大陸也有不少銀行在這裏 卻知道你不覺得那些 所謂本地銀行 香港本地銀行 那怎麼辦 因為老實說 他們的錢都是別人傳進去的 走了這麼多人 這次走了人 我的錢都不少的 但是最厲害的 那些有錢人可能還住在香港 但是錢已經幫我提走了一款 就回了出去 所以現在可以這樣說 香港的銀行 外國就基本上在這裏走的了 不留在這裏 但是香港的銀行 基本上就肯定是那個比例 就是說有多少存款 借出去這個比例會出了 那有的 以前我們 我不做銀行 大家清楚 以前有個巴掃協議 就是瑞士的巴掃 那時候銀行 那裏就是銀行中心 大家的決定就是要 你一定要有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肯定是出了事 就是這個存款 跟你借出去的那裏 因為借出去收不上 而且呢 不但收不上 有些壞帳不斷在這裏增加 那存款呢 是不斷的在這裏極烈的監減 存款都不是今天減了 我過去那五年 我減到一塌糊塗 有錢的人可能留在香港 但是錢肯定 不是回到新加坡 就是回到別處 新加坡呢 多多錢的水浸 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現在這個問題呢 大家看到了 香港這次 就是真的非常之荒 我原本想著呢 大陸才死 然後香港就跟著 誰知道呢 因為香港這套東西 就是沒有辦法 因為它不是國人企業的 大部分銀行是私人企業 它不借就不借 一不借就停了 大陸它就鼓勵你借 如果你真的有得還的話 它鼓勵你借 那共產黨在這裏 不會被銀行撿的 尤其是國營銀行 不能撿的 那反而呢 它就拖得下 香港是沒有拖 你只是看到恆大那些 那這次就快審碧桂園 那些呢 香港就算銀行 法庭要你清盤 你都可以國內不清 這裏在這裏 這裏清少少 這裏的資產就清了一盤 那這個都是總拖的辦法 但是你本港的地產 本港的銀行 你不能拖的 人家入貧 你如果不拿錢 人家一入貧 你就根本就是 你就一定要執行 就和清盤到破產 是最多一兩個星期的問題 我們以前做差異見得多 那現在的問題就在這裏了 出了這個出事 那大家知道我了 立場了 我都大家講了 我離開了香港之後 現在都四年多了 四年差不多 四年零一兩個月 兩個月左右 我出來之後 我都算是有些關係 那美國什麼當委會 那些我們參加 我那時候的立場 那時候我出來之後 就看著它 在美國看著它 定國安法 接著後來就 接著就是23條 是吧 又通緝了 這個人 但是 我在香港的時候 已經是講清楚了 如果要香港長期有得救的話 共產黨 不可以有共產黨 起碼香港不可以有共產黨 結束了